字幕提供 建築加勒比海風格的黑色幽默 以及細膩城市建設的總統萬歲系列 也在今年的一隊展中公布新作的消息囉 延續了系列作中的經典設定 在總統萬歲六中 玩家同樣要扮演統治島國的君主 發展經濟、科技來建設自己的島嶼 這回首次讓玩家可以統治一整個大型群島 同時經營多個島嶼 並透過橋樑等交通方式來連結它們 讓玩家有更大的發揮空間 迎接更艱巨的挑戰喔 而六代也帶來了更多的交通方式 像是可以運載市民及觀光客的計程車 巴士或是纜車等等 至於系列作中最讓玩家們 津津樂道的政治元素 這次也帶來更專注於政治方面的研究系統 幫助玩家成為世界上最偉大的獨裁者 另外玩家也能夠派出手下 偷襲其他島嶼 掠奪包含自由女神像 艾菲爾鐵塔在內的世界奇觀或紀念碑 收集這些奇觀 讓自己的島嶼變得更加金幣輝煌吧 好好利用選舉前慷慨激昂的演說來畫大餅 設法贏得選戰的勝利 至於那些不可能達成的承諾 那就等選上之後再說囉 請問一下 小朋友 請問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